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的失业寒风吹尽千家万户 近期中共内部异动频频 21日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刊文 小圈子破坏大规矩 出现惊人之语 坚决防止野心家阴谋家窃取党和国家权利 分析指出 此文显示 习近平为反击敌对势力 保党保政权稳定 势必掀起一波党内大整肃 外界认为一直以来反习派都在暗中 对习近平施加不利的压力以及影响 伺机推翻习政权 21日之江新军大将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 因处置郑州水灾不利 被中共国务院定罪 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和降级处分 日媒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施板明夫认为 徐立毅出事是二十大之前反习派对习派发起的一波重要攻势 成功地干掉了一名大将 可谓让习派吃了大亏 对此习势必会寻找报复的机会 而《学习时报》的发文正是习近平谋划反击 敲打野心家之举 文中指指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 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和一切阴谋轨迹 以及坚决防止野心家阴谋家窃取党和国家权利 分析指出这是在释放异常信号 党内大整肃即将开始 外界猜测 目前习近平在党内需要应付的反对势力似乎在扩大 习并不占据绝对优势 在二十大之前 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将不断上演 此外 历次政治斗争中 中共军队起着决定胜负的关键作用 军队内部的稳定 是否能关键时刻为其保驾护航 成为习近平的第一考量 二十二日 中共中央军委纪委扩大会议召开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在会上表示 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坚决贯彻 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 并强调持续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持久战 外界认为张又霞的喊话直指军中江系残余势力 这些年来 中共虽然不断高喊 清楚郭伯雄徐财后余毒 但是不可能清除干净 张又霞还强调 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这进一步验证 习近平之所以近期晋升多名政治委员为上将 在敏感时刻习需要确保军队的绝对中心准备枪口队内防范政敌 习让军中政治委员紧盯军队动向防止军中的江系人马在关键时刻做拼死一搏 军队内部一场新的整肃已经正式开始 福斯新闻报道指出 前美国总统川普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 于日前登上新闻节目的Story进行分析称 台湾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塞子 长期以来阻挡了中共进一步对于日本与美国的海上侵略 另一方面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更深深地牵动国际局势 且习近平密切观望俄国总统普京的举动 一旦俄方开始入侵乌克兰之时 那么中国最快将会于北京冬奥之后入侵台湾 欧布莱恩认为 台湾深深影响美国重大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关系 如果台湾遭中国共产党控制 则中国军队将可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入了美国西海岸 因此台湾可谓是阻挡在太平洋上的软木塞 若台湾被北京控制了 那么中国军队将直指太平洋 而威胁到夏威夷、加州 以及阿拉斯加州阿流申群岛 欧布莱恩表示 一旦中国军队成功入侵台湾 将可同时期短与美国结盟之 日本、纽西兰、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等盟友 与美国之间的联系 所以我们得确保民族主义国家 透过了入侵、征服邻国之管道 而成功接管该国的想法 这并非国际关系中的新准则 否则其后果将会远超出了乌克兰 欧布莱恩最后更提出警告 对于俄罗斯维持绥靖政策之时代已经过去了 中共领导人2022年面对二十大的权力斗争 不得不暂时放弃了聚焦备战打仗的说法 但仍然不能排除因内部政治斗争需要 忽然对外冒险开战的可能 专家指出若两岸开战 中共会快速溃亡 由于在南海冲突中毫无优势 中共可能会对台湾发动袭击 转移美军注意力 将战场移至台湾海峡 时事评论员周田撰文指出 若中共发动台海战事 美军和联军可能在台海特定区域 同时划定军事禁飞区和海上禁航区 阻止中共从空中和海上对台湾发动攻击 禁飞和禁航的界限可能同时划定为 中国大陆沿岸12海里范围 只要中共军机军舰离开领空领海 就会被视为进攻行为 联军就可以立即发起攻击 迫使中共无法发动战事 禁飞区可能还包括限制中共使用防空系统追踪 锁定联军战机 此举可能被认定 中共防空导弹试图攻击联军战机 联军战机可以立刻投放对地攻击弹药 摧毁中共的防空雷达系统 但不算作对中国大陆进行了入侵 而只是自卫行动 中共可能很快落入下风 面临攻又攻不出去 守又守不住的尴尬境地 中共将轻易地失去南海的军事岛礁 数百亿 甚至上千亿人民币打水漂 令中共政权陷入存亡危机 1月21日中共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被指责处置郑州720水灾不利 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及政务降级处分 有分析认为背后存在着李克强和习近平之间的某种交易 中共国务院未给徐立毅定罪 不惜捅破中共存在严重故意瞒报谎暴行为 宣布在720水灾中郑州各级共瞒报139名遇难者 占实际总遇难人数的37% 尽管国务院通报的最终遇难人数是380人 仍被指远低于实际死亡数字 但官方承认自己瞒报 这可能是中共过去30年来破天荒的第一次 徐立毅出生浙江 他的仕途大部分是在浙江 习近平是从2002年到2007年在浙江做省委书记 当时徐立毅可能还只是一个初级的中下层干部 身为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直接认识徐立毅的可能性非常小 所以徐立毅只能算是习家军派系的外围人物 这次国务院的报告特意提到 去年8月18日到19日 李克强到河南考察灾情期间 要求彻查暴雨灾害是否存在失职独职的行为 但是身为郑州党政一把手的徐立毅 依然四天都没有任何行动 对于徐立毅藐视李克强的行为 时政分析评论员杰森博士认为 一个合理的解读是 在徐立毅的眼里 他只等习近平的指示 其他人包括李克强说的话 在他心里都不算话 对于徐立毅这个级别官员的如此羞辱 这次李克强是豁出去了 一定要把徐立毅拿下 杰森博士分析 有迹象显示 这次判决结果是李克强在背后 和习近平有某种形式的交易 近年来中共各级官员 包括一些退休的 如曾庆红那样的元老官员 都会抓住一切机会在表面上 表达对习近平作为中共核心的拥戴 但是李克强却很少在公开场合 直接吹捧习近平 他还曾多次在公开场合 和习近平唱反调 例如就在习近平2021年 准备高调宣布 中国全面脱贫的前夕 李克强却公开说 中国有6亿人口 平均月收入仅有1000元 拿下徐立毅后 新华社20号的一篇报道 却罕见地提到 李克强在19日召开的国务院会议期间 居然开始吹捧习近平 说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解决了中国的经济难题 在这项交易中 李克强出了一口气 而对于习近平来说也是划算的 用习家军派系一个外围人员的落马 换来李克强这个中共二号人物的表忠心 就是在给习近平造势 目前习近平在中共党内急需这样的造势 中国2022年将面临就业市场低迷的压力 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经济前景承受考验 经济学家指出 中国经济增长势头疲软 将进一步影响就业市场 由于清零政策继续拖累消费 加上监管对房地产和科技行业的打击 劳动力市场将面临更大压力 对经济增长造成的挑战可能会不断加大 中国消费支出持续萎靡 是拖累就业市场的主要因素 服务业雇佣了中国近一半的劳动力 但由于中国推行的新冠清零政策 要求随时封锁疫情爆发区域 消费者在餐饮和旅游等服务支出方面表现欠佳 中国房地产行业危机 打击了建筑业的劳动者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 建筑业在去年第四季度成负增长 影响了建筑工人的就业机会 在中国很多建筑工人都是农民工 大批农民工因为失业而离开城市 去年中共官方以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为由 打压了一批科技巨头 造成新一波裁员潮 并长期影响了这些公司的招聘前景 中国头部视频平台爱奇艺 去年年底被爆出进行大规模裁员 最多可能涉及爱奇艺40%的员工 该公司约有近8000名员工 据纽约时报援引知情者报道称 在去年遭到中国官方网络安全调查 导致从美国退市的中国网约车巨头 滴滴出行 自7月以来裁减了数千名员工 短视频平台字节跳动 自8月以来也在中国裁减了千名员工 中国政府去年还出台了严厉的客户辅导新规则 严重打击了教育行业的公司 中国最大的课外辅导公司之一 好未来 在巅峰时期达到11万人 现在要裁掉9万 另一家巨头新东方则表示 计划裁掉4万多人 科技公司一直是中国毕业生 择业最青睐的行业之一 中国官方对这批最有增长潜力的公司的打击 严重影响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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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